夫人盯着我看做什么 夫君好看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子 有什么好看的 男人都那么记仇的吗 都准备回家了 还要翻旧照 夫君正直壮年 风华正貌 长得俊美无仇 看起来也就二十三四岁 不像是二十九的年纪 哪里老了 是吗 我还以为夫人嫌弃我 后悔嫁给我这个一把年纪的老头子 老头子不仅年纪大 还好色 夫君偷听我们谈话 瞧夫人这神情 原来夫人真的与人说 我是好色之妥 夫人 你难道不打算解释一下 孟景瑶并不想解释 她只想狡辩 说我说 我不曾说过这种话 夫君可相信 夫人可是在摸着自个儿的良心 同我说 你不曾说过那种话 那是肯定的 我怎么会在朋友面前 这样说自己的夫君呢 主打一个死不承认 良心什么的 先放一边 夫人说没有 那便没有 我相信夫人 我不曾说过 夫人是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才不是那等背后说夫君坏话的人 这不信就不信 怎么还拐着弯骂人呢 威蕊勋 清秋 我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做 夫人 您并没有跟奴婢说 最近要提醒您做什么呀 没有吗 嗯 真的没有 夫人 您若是觉得心情烦闷 不如改天交上宋姑娘 一起去踏青散散心 改天再说 你先下去吧 我先捋一捋 接下来要做什么 夫人 偶爷让您去一趟书房 侯爷可有说找我做什么 这个侯爷没跟奴婢说 只吩咐奴婢来禀告夫人 书房 夫人 我们先坐下说话 夫君找我有何事 夫人 这是我库房的钥匙 这是库房物品的册子 日后参加喜宴 需要什么人情来往的贺礼 也可从里面挑选 这些庄子铺子都是我的私产 既然你嫁进来了 就交给你去打理 最后 顾景熙从绣筒里掏出一叠银票 一并放下 抬眼看着小姑娘 那么好看的闺女 孟家不会养 那就她养着吧 养闺女 估计会比养儿子有趣得多 中宫虽然每个月都有月曆给你 但姑娘家开销大 怕是不够用 这银票你先拿着 需要添置什么衣服首饰 尽管拿去花 不必省着 活了十六年 从未见过那么多钱的她 看到这些东西后 眼神呆滞 内心大受震撼 夫君 你 你把这些都给我管 男主外 女主内 这些东西 前几天就该交到夫人手里了 只是我今日才想起来 只是我今日才想起来